新聞大白話年終破關 解任務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和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來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這個被稱為核心的這個什麼 一介金城武 他在網路上面其實蠻活躍的 這個核心 當第一次高嘉宇幫他喬疫苗 那件事情爆發之後 他其實也砲打了柯文哲 他其實還蠻嗆的在網路上 所以很多人可能也怕他 公務單位更怕他了 觀眾朋友 我們只是想要知道 這中間有沒有人謀不張的事情 怎麼這麼難呢 就算是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陳時中在第一時間也告訴我們說 林秉書的施打一切合乎規定 都是在疫苗平台上面預約的 今天他在立法院改口了 來聽聽看陳時中怎麼改口的 大概就前兩天大家也關心 這位大家社會裡面的 這位林先生 那是我在立法院講說 他可能在預約的平台 那事實上是不是 他打第一季的時候 事實上還沒有開放 這個預約平台 7月15的時候 打第二季的時候 也尚未開放莫德納的 第二季在預約平台裡面施打 那非預約平台的裡面 也只有一類三類孕婦 人家這裡面目前可以了解的 好像那時候第二季打是用出國的名義 相關的更詳細的事項 是不是只有這樣違規的情形 我們請各地方的衛生局 現在在查查中 所以第一時間怎麼會這樣 第一時間他怎麼會說 他一切都是合法 誰給陳時中這個資訊的 就是不合法 我覺得這樣講 陳時中你這樣講也不合法 你在散發假訊息 而且我講白一點 林思宏 怎麼聲音忽然變小了 出來開記者會告訴我 你到底怎麼認定 一個護理師的男友 就算是同住家人 兩人有結婚證書 兩人有任何證據 證明他們每天住在一起 照這樣子的安排看起來 你甚至林秉書是沒有跟他同住的 請問你怎麼認定的 你不要說什麼事後諸葛 我就問你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同住家人 第一個是不是中文不好 林思宏 家人是什麼意思 家人是要有血清關係 再不然就要有婚姻關係 兩人結婚了嗎 他們兩人是同胞兄妹嗎 都不是 再來同住 請問同住怎麼證明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你可以比衛福部還要高 可以裁決到底是不是同住 而且最後我還是要講 你今天這麼嗆 你可不可以出來告訴大家說 怎麼能夠打到那麼多的殘忌 殘忌的定義是非常明確 這不是什麼數學天才 而是難道你會變魔術嗎 每一屏打到最後 結果報到的人沒有到這個數字 剩下來的殘忌才能夠施打 施打怎麼會有這個條件 請問林秉書是每天等在診所裡面 他一剩了馬上就說來打我一針 如果照這個標準來講的話 他就繼續在核心再打下一針 怎麼會又要用另外一個方式來騙 騙到台中去 我們講白了 是不是後來核心因為被查出來了 沒有辦法這麼大 這麼慷慨再給了 所以秉書就千里迢迢跑到台中去了 跑到台中也是一樣 台中醫院榮總 鍾榮 還有送林秉書他媽過世的時候 這邊沒有說髒話 請和志祺不要檢舉 有 有 我坐在台中 林秉書他媽過世的時候 靈堂上面他還有送花 結果鍾榮怎麼解釋 鍾榮解釋說 是因為他媽在我們這邊住了很多次 又把這個布文送到我們辦公室 人之常情 應該要送花 好 我這邊還是再呼籲一次 所有在台中榮總住過院過世的病患 請家屬一遇給我寄到 鍾榮院長辦公室 布文來了 請你送花 我看你一個月要送幾千 數幾千對 不要都在那邊胡說八道 每一個人遇到林秉書 忽然之間變成超好人 林思宏 你怎麼人變那麼好 你的護理師跟你講說 我有一個男友跟我同住 就幫他打殘忌 台中中榮怎麼變得人那麼好 林秉書給你一個護文 你就送他媽花籃 然後林秉書跑去跟你講說 我有這個 我要出國了 你就信他 那是不是民進黨有一個特別的弱點 叫做看到林秉書 變成超好人的病 只要看到林秉書 我就變成一個超好人 你講什麼我都相信 第一次見面我可以跟你約在 某飯店二樓的日本料理吃飯 然後第一次見面 大家可以四個人一起做拍照 你做C位 然後第一次見面 我會給你打殘忌疫苗 我覺得這個太荒謬 請大家說實話 不要騙我們 我們沒那麼笨好嗎 要不然就是民進黨太好騙 只要遇到林秉書就自動 真的變得很笨 全部都被他騙了 那我這樣講 建議中國共產黨 趕快聘雇林秉書 只要林秉書來了 如正清零 每一個人都說 對 秉書說的是 秉書說的沒錯 秉書請你進我們 最高機密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可以派林秉書 去反攻大陸 搞不好會贏 淑慧剛才說 有要告發這件事情 還有這個進度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其實跟警察局 告發兩個事 一個是檢舉 因為之前林秉書 不是有去買一些藝術品 然後這些藝術品 付了錢卻不拿 現在這個賣的人他很害怕 他想說自己會不會變成是 洗錢的共犯 所以他來跟巧心陳情 我們就幫他把這件事告發 就是林秉書為什麼 要去大量的買藝術品 他的金流 還有他為什麼買了以後不取 他本來是要做什麼的 這個是因為這個賣的人 他有點害怕 他之前也不知道 說這個人這麼複雜 第二個是因為週刊其實 進週刊其實很多獨家報導 後來都發現是屬實的 都屬實的 所以我們才回過頭去來看說 OK 那他之前提到了 中介疫苗這件事情 真實性也很高了 因為我們是事後發現說 他講的都是 那當然我們就要告發 因為第一個這個是 我們也問了一些律師 他當然是可能有偽造文書 他有沒有偽造他的機票 或是出國的急迫性 假借公務員身分 詐騙 還有他沒有 他不是醫師 也不是藥商 他不能夠仲介疫苗 再來疫苗那個時候 是屬於公產 國家的財產 他不是私人之間的藥 他是屬於國家在戰略物資上面 的一些資產 他可不可以侵佔公產 或是仲介公產 來謀自己的失利 所以我們當然就今天 跟市集局告發 所以還是要繼續查下去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上個週末 新北 雙北都停電了 30萬戶的用戶 能夠得到億元的賠償 已經造成非常大的民怨 我們來看看主管機關 我們的經濟部部長王美花 每一次被問到能源政策 他都跳針 怎麼會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真的不要這樣子 真的不要這樣子 台電支補合多少 問你台電支補合多少 那個主機長可以回 主機長 主機長請回 請問台電有沒有上市啊 台電有 有上市喔 有沒有上市 有 沒有上市啊 有上市啊 有股票 啊 有股票啊 核四計畫 你的預算現在在多少資產 核四我們現在每年 你來說大體資產啦 沒在看啦 你也沒看你也不知道啦 對不對 我有看過 但是數字 多少你告訴我 具體的數字 我要回去再看 綠電的目標是12% 那你覺得有沒有辦法達到 今年你們自己預設的目標 我們有講說今年是12%嗎 我們中華民國沒有 財經方面的人才了是不是 我這樣講 中華民國有很多 法律系的人才 內閣裡面 你想像的到想像不到的 都是法律系的 國安會秘書長 顧立雄對不對 法律系的 勞動部部長 許明春是不是 法律系的 然後行政院院長 法律系的 然後你經濟部長 法律系的 見鬼我們是怎麼樣 政務委員羅 羅秉承 法律系的 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是威龍闖天關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法律系 才能當部長 你不能怪王美花 他真不懂 以前都是由中小企業處 或者是由工業局 出來接經濟部長 所以才會瞭解 整個台灣工業的發展 現在你找了一個制裁局的人出來 就不懂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樣講 今天還有更新的消息 是一個短路試驗場變壓器 對 那個爆炸噴油了 台電說沒這回事 不是 是有這回事 他不承認 這個東西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非常嚴重的事情 你工讀生跟我畫圈 叫我結束了 沒有 這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所以未來我們台灣怎麼辦 沒電用 不只沒電用 我們的國家電網已經千瘡百孔 2017年開始減壓到現在 已經減了四年了 你想想看 一個快要累死的上班族過勞死 是不是因為不停加班 每天晚上睡眠不足 沒有時間吃飯 弄了四年之後 然後忽然之間有一天鞭壓戰爆炸 台電跟妳講說 沒有 當天其實不缺電 那救問一下 哪一個過勞死的員工 是在每天都很累 他死當天也要累 才叫過勞死 不是 是一路疲倦電網受創 然後員工很努力拼命救 救到後來救不了了 一個便電所爆炸 中和那個電塔 十天燒三次 然後接下來今天有網友 他在科學園區 他直接跟我講 我們公司斷電 新竹嗎 不是在新竹 在台北的軟體園區 那... 就是這樣子 那妳...